另外考试院副院长高永光请辞任期到月底为止 总统府现在提出接任人选是保训会主委李毅阳 李毅阳今天特别先拜会了立法院长苏嘉全 也特别谈起了他即将肩负起重任的年金改革 对于前总统马英九说18%优存是历史因素 李毅阳则说18%真的支出庞大 如果不改的话政府财政无法负担 考试院副院长被提名人李毅阳 拜会立法院长苏嘉全互动热络 因为两人不仅是旧事前总统陈水扁执政时 苏嘉全李毅阳还一前一后担任内政部长 这回总统蔡英文提名李毅阳担任考试院副院长 就是看重他过去人事行政局长内政部长 还有现在公务人员保训会主委的资历 是担起年金改革的博尔人选 公务人员这一块是考试院主管 那当然总统有这个说年金改革一定要成功 年金改革真的迫在眉梢 蔡总统中午跟民进党立委参序 就说年金改革相关法案下会期要完成三读 改革正当期结束后努力拼经济 但光是砍18%优存就让不少人跳脚 连前总统马英九都说这是历史因素 过去当然这个制度它有它制度的这种背景 当年的这个时代 这个做成的制度 那这个也不能怪任何人 那不过到今天的话 就是政府大概也没有办法 再支撑这么庞大的一个付出 所以是必须要再改革的 临时会最主要的这个议题 第一个就是总预算案 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来的考试院副院长的同意权的行事 这其实也蛮急迫的 对 明年1月下旬年金国事会议后 考试院得提出改革方案 考试院副院长不能悬缺太久 民进党团预计下个月4号起开临时会 除了总预算要完成审查 考试院副院长人事同意权也得一并完成行事 明星文章许中文台报导